《大陸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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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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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萊恩 這麼趕趕去哪兒 胡亂過馬路撞死你 你也知道你孫子那麼疼你 哭死他 你瘋了 你這麼趕趕去哪兒 我去香港書展2018 去書展?你懂字嗎 沒有錯了 我就是看中了 《玉敏新書》 《玉敏踢爆之》 《說文解字》 哦 《玉敏新書》 你知不知道 《玉敏》還有一本新書叫什麼 《天下至廣》 《非一人所能讀字》 當然知道了 另外 除了新東西厲害之外 舊東西也很厲害 你知不知道 普羅重領了《中祖康本》 《香港高官厚黑學》 《操控令一生》的 《六十四條廢話公式》 當然知道了 書名這麼長 好深印象的嘛 所以我就這麼急 跑去這個會展的Hall 1 1B-B13 我軜車 我 registry 剛才提到意外 反而我覺得整件事最重要在這裏 因為以我的東西有很多種不同形式 例如在圖中停電 我們剛才已經說過密封了 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但我估計這不是科技的問題 這是常識的問題 例如人們怎樣走出來 另外一個是車與車之間的距離問題 但這個問題亦都可以這樣 即是開梳一點就可以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在裏面如果要有一個急速的剎車系統 它會不會出現一些物理學上的疑問 如果一般設計到可以令人的乘客 在裏面不會受過多的損害 那些剎車系統 首先你剎車系統也不可能急剎 是慢慢的 可能要你突然間承手比較高的加速度 令到原本五分鐘可以剎停的車 始終要有一個合理的問題 實際上是一個緩衝的時間 但我想問你 如果去到1000人的反應大概是怎樣的 其實這樣的順遇 最主要令到人有反應 不是那個速度 是那個加速度 譬如我會說 如果突然之間殺時間加速太快 這些在太空人去測試就會知道 它真的可以令到你 譬如你坐在這裏 你後面有東西推進 推你向前 它去到一個地步 令到你的腦的潛壓不夠血 血坠在後面 有這種事 簡直是嚴重的時候 是會分為 輕則 你暈一暈 重則 到你緩火穩定狀態時 你都要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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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Wing Wing 極嚴重的情況 就是那種衝力太大 其實一般撞車時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是說自己的腦壓傷自己的腦 去到這些情況 是會對腦有永久性損害的 但是那些 對應那個加速度是多少呢 我自己都沒有 那你說那一刻 坐在這裏 如果真的有1000人 不是有人坐得了嗎 即是一下子 如果一下子撞車撞到你的癌 就一定是死的了 等於坐飛機撞到甚麼都死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有些人有常期病 例如心臟病 那些我想是不能坐的 我想這樣麻煩就是 就算一般沒事 可能坐的時候 特意加速都不會很快 令到你不太覺在上面 可能只不過加速度 跟一般平時你去九龍塘 炸達火車是一樣的 是這些 但是更大問題 就是如果真的 上面有人有危急的時候 去怎樣處理 我想問你另外一個比喻 譬如我們坐在過山車 是不是這種感覺 過山車 又很不同 他會特意擴大那種 你不穩定的感覺 你的刺激感 就是來自下廂廂廂 他突然間向這邊加速 那邊加速 只是這一下 還給你看 我又會說 如果一旦遇到意外 就慘了我那山車 很多 那種意外的級數 好看你是突然間向前 還是向後撞 有些不同程度的損傷 可以來自那種內傷 另外可能突然急劇撞的時候 撞到頸是最麻煩的 飛機也有 Sanner就是這樣死的 基本上就是 撞掉了頸骨 不是撞車死 撞的時候就撞掉了頸 撞到頸撞死了 是這一種的意外級數 引伸到 一定總可能有一些意外 可能 最後 在一個 都急殺車 但是可能都不知道 裡面撞到什麼 脫了軌 還是撞爛了管道 首先 假設車廂沒事的時候 你容不容許人自行在裡面開門 走進去 這個很嚴重 很嚴重的問題 當你外面有氣壓差的時候 很大問題 有和沒有很大分別 一般來說 裡面的人 只能在裡面等待交換 不可以出來 因為他外面有一個 刻意地維持了 低壓的系統 當然 整個路段 要懂得 有一些裝置 就是 這一段 要回復氣壓 不要再 減壓下去 要有一些適當的 感應的裝置 來看哪裏出了事 整套系統 我會覺得 這套 這套 磁罰系統 可以更加 更加複雜 換來的就是 他可以把整個 裡面的東西 提升 去到一個 更加高的速度 這樣的意思 簡單來說 我們不再說下去 現在去做這些東西 都聽下去 其實是 Vanity Project 純粹是一種 就是章件 那個 我想是 尤其是表達到 一種概念 等於你說 持埠 講了那麼多年 你 是叫做有文用過下 但是有沒有大規模 最多就是 給人 彰顯到 某個國家 有能力做這件事 但是這件事 做了一次 有個概念 形號出來之後 他可能 又要靠國家補貼 來去run一陣 但是很多 做了概念 基本上 去到你轉民用的層面 就覺得很不實際 所以他這裏都說 很多現在 是cancel 了 是的 但是如果 譬如說 Elon Musk 他也都 我相信他 都是設計 盡量想這方 就是 令到這件事 是可行的 和便宜的 是的 還有他要 去 所謂 verdicture integration 和他的能源 那些 那些東西 譬如 例如 他不是行電 他不是行太陽能 或者他可否也有一個 適量的噴射裝置 在後面 是的 或者他放火箭引擎 是的 令到你背後 原來是 前面氣壓低 但是後面氣壓高 無所謂 即是能夠做到 這樣的效果 令到就是 後面你就要有 適當的氣壓 幫你去做推進 而前面就是盡量 在你前頭 阻礙你的氣壓 去拿走 是的 即是這個 都是一個 一種可行的想法 那我們就說了 另一件事 其中一件事 就是美國的 獨立宣言 這個很有趣 為何我們要說獨立宣言 是因為 獨立宣言作為 這份文件本身 那個原件的價值很高 但是 你去到美國 一般上你不會說 真的拿來給你去看 因為 見光死的 一見光 就是上面那些 墨跡 那些筆跡 是會隨年越消退 所以現在基本上 你見他剪出來 一些複製件 拿來給你看看 樣子是這樣的 長期藏在一個無光的環境 這裏說明 Science of Sav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是的 我就覺得我比較奇怪 因為我在意大利的時候 我都去過一些教堂 中世紀那些 書籍 所謂的手卷 手稿 他們都保存到 是的 我不覺得 200多年 為何會搞到 那麼 那麼隆重 其實這裏 我自己都是看 故事才知道 就是 一般如果那些手稿保存得好 可能他一路都真的 捲住 沒有那麼 他都要做小事的 他要做一些 所謂的濕度控制 是的 不能曬 不能曬得太緊要 是的 可能因為一路是陪葬 葬放在下面 就叫做相對 比較有效地保存 因為 顏料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化合物 看到陽光 那些 紫外光 容易把離子化的東西 就會將那個 化學成分打散 一打散了 可能令到 原本是大顏色的 變成不大顏色 或者帶了一些 你不想要的顏色 那些東西 漂白了的紫變黃 可能是那些 漂白劑 瓦解了 另外就是 我們知道 紅色的顏料 特別容易 不耐用的 紅色的顏料 隨著陽光 會變色 那些 寫信的 那些物質 也是一樣 那 我更加大問題 就是這個獨立宣言 我自己看回 他自己的 他這裏的介紹 就是 原來他中間 他曾幾何時 為了保存 不小心 因為保存 而令他 遭逢那次 非常大的破壞 為甚麼 他其中一個 就是他希望 中間有個階段 將他 托到另外一件 物件 將他做成一個 石碑的雕塑 在這個過程裏 他需要 將原有的 那張紙上的 一些墨 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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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那一刻 已經少了很多顏色 在上面 再加上是曬 當然 你不同 當時 因為簽署獨立宣言時 可能當時真的沒有去想過這件事 他用一隻很普通 當地的集貨舖文具 買到的墨水 用來寫這個 獨立宣言 這件文獻 要一直保存 中間亦經歷過 因為保護而導致的破壞 亦有受到陽光照射 破壞 慢慢退息 在二百多年後退息 退得很緊要 你又不能輕易地加上色 要留下所有的東西 因為你希望 去保存原色 這個問題 有很多 任何文物保護都要面對這些問題 電影 電影的 菲林 你說的 50年 不要說那麼久 50年的彩色 我們今天見到彩色 未必是 可能那些人都不在 你要猜 這個已經不大鑊 我記得 不要說菲林 上紙 30年前 在影響譜 上紙 其實是熬了30年 都很厲害 40年前 其實熬了20年 都很厲害 你會慢慢的 顏色會變 我記得90年代 上紙就很厲害 你擺多幾十年 都無所謂 但你都會看到 其實你如果 打出來 看得多 曬得多 都一樣會走色 還有一個更加的問題 就是我自己親身見過 就是大文西的最後的晚餐 我說了很多次 現在的幅畫是看不到的 實際上是 不能看的 他之所以還要擺到的原因 純粹是因為 這個太出名了 顏色是已經變 沒有的 你現在看了 有些人嘗試要還原 原本的顏色 原本的顏色 如果用電腦去做 跟你現在看的感覺完全不同 又說一樣 唐三彩 唐三彩大家看到 現在你看到那些 文物的印象是甚麼顏色 啡啡黃黃加一些綠綠綠的顏色 但其實原本完全不是這個顏色 原本是甚麼顏色 原本又紅又藍 因為 就是因為那個 它不是氧化 顏料調色 顏料調色 具體是否氧化 我不清楚 但起碼是你曬得多 就已經變 就是它原本上面的顏料 你曬了它的顏料變質 就已經是 尤其是 我會說 藍色這些 真的比較容易 容易 它要show到藍色 因為藍色本身 你要show到它出來 它本身就是 不吸 這個顏料本身不吸 這個顏料 但當其實 它一旦被 樂萊哥破壞的時候 很容易就把這種特性 摧毀了 因為始終藍色本身 那些比較 藍藍紫尺的光 能量比較高的光 但是 獨立宣言 就不是一份很彩色的 文件來的 對 這個要說笑 它用那種 墨水 原來它就是 在那個 由 整個 中世紀至中世紀後期 都是很典型 用那種 墨水 因為那種是一種 我會說 很農業社會 能夠產生 墨水 那個原料是甚麼 它是說是用那種橡樹 橡樹上面那些果實 裏面那顆核 這樣磨出來的東西 還要拌下去 一些由鐵釘那裏 去磨出來的 一些含有 流化物的 流化鐵 將這些流化鐵 拌下去 這些這樣的橡樹核 那裏 就可以寫到一些 可以呢 其實就是 曬曬曬下又會黑 而且短期效果就是曬曬下 還會更明顯黑 一些這個墨水 這個其實就是很長期那種 墨水的配方 你聽到是 應該如無以外 都由歐洲傳到美洲 這些 和我們在中國用的 墨鏈都不同 中國的蜜植頭是黑土,由燒過煙的東西提煉出來 將它做成一條蜜膠 但是歐美當時的蜜水就是要用杖樹蜜 我不知道,好像以前我們寫毛筆子,要磨蜜 我想它是一個蜜水 它不流行帶一些固體的東西去磨出來 你也不會見有磨蜜的文化 為什麼它要調製這個配方出來呢 因為它可以防髮毛,防煤,有些流化鐵的東西 當時你發覺它有顏色,希望能夠做到持久 而且持久不只是對物理上持久,而不是在化學上持久 而是在生物學上持久,即是不會腐化 例如說,會不會蟲豬呢 蟲豬不喜歡咬它 原來發覺蟲咬到毒死了 所以蟲也不咬 其實那些毛菌也不能生上去 所以當時是想這一路 但其實這種配方就是 它長期來說,都是一個不存放得很久的配方 甚至是一個比較便宜的配方 到後來的保存,甚至乎它再打了一層 油了一層光油的東西上去 很多種這種手法 但油光油上去,其實我會說 你頂多是令到毛菌落不到在紙上 它可能令到紙質本身 沒有那麼容易受到破壞 但是你油光油上去 你其實也抵抗不了 它一旦有光照到墨水時 它瓦解了墨水 所以它叫保護了紙 但保不保護到筆跡呢 那又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就是說 在保留這個獨立宣言的時候 在幾個不同階段用過幾個方法 譬如去到這個十九世紀的時候 用它那種希望去托在 一些另外的一張東西上的方法用過 結果造成了一個損害 到了二十世紀初的時候 它真的可能打了一些光油下去 到現在今時今日 簡直就是更加清楚 就是你要把它保存在一個很特定 溫度濕度的環境之下 也不可以透光 起碼暫時延緩保存 你說要讓它走得更遠 甚至乎讓它幫它加息 那我想這個就 真是要看科學可以做到的 但是如果我們再問 現在有沒有人研究 譬如做一張紙 它怎樣可以保存得更加久 或者是怎樣 上面的有機物有這麼少 只有這麼少 其實我記得在講那個 怎樣做一隻可以放得久的CD 其實都已經有這種因素 在這裡 你如果做一張CD或DVD 它本身那個 首先它那個金屬的材料 其實都不太耐用 放得久都會有變質 另外一個很大問題 就是本身用那塊膠的材料 如果是一些有機脆合物 你曬得多是會脆的 也是一種 biodegradable的東西 如果紙的時候 這個問題更加嚴重 紙的時候 你如果傳統還用那些 從植物纖維給出來的紙 基本上也是 不耐光不耐水 它一樣會是 因為它是生物的 對 它是會生物降解 那你唯一 你邁向哪個方法 其實你發覺就是參考 可以掃膠 你基本上用那些 毛基 毛基物 然後出來那種感覺 當然就不要整塊膠片 你都要有那種紙的質感 而且那種 不是你摸上去的質感 更加重要就是 你的筆寫上去的時候 一樣可以著墨上色 要做回那種 書寫感出來 這個就是 其實現在有人做的 其實你說的 那些論文的紙 印證書的紙 很多時候就是這些 這樣的紙 所以它就可以 比較吸引擺 甚至有些聲稱 是可以 你放上來可以 箱在架上 有一個玻璃桿押住 基本上擺一百年都可以 就是有這樣的概念 但如果同一件事 你找了普通的信紙 基本上你發覺 擺回二十多三十年 又變色 你再拿出來的時候 你不覺得 你有沒有保留那些 以前二十多年前那些 fax的紙 fax的紙 那種fax的紙 我真的有一個障礙 我有的 有的 那時候不知道 有一些很無聊的東西 就是那時候 剛好那些同學之間 開始在家 有fax機 就fax機 開始就可以把自己 認為最有意義的 fax來fax去 你很無聊的手寫東西 自己的照片 無聊的 fax來fax去 我試過有幾張 我真的存在 但是 變黃 甚至整個顏色 退了很緊要 沒有的 看不到的了 你看不到的 那些就很極端 那些已經是熱感子 是的 現在譬如我們 有時候 都在街上 見到的 就是修條 是的 有些 但是那些 聽過就 不是很健康的 但是呢 如果你說 我們現在 有那個 媒聯網 但是有些東西 我們都吵的 就是我們希望有些實物 那譬如一些 文件 或者一些很重要的家庭的記錄 是的 那些你發覺 凡是那些跟保存有關的東西 你如果是一個生命標本的東西 你就下防腐劑 是不是 即是說得不好聽 那些人 人去等待臉狀之前 原來 因為現在那個 殯葬安排的緣故 都是要打很多防腐劑 但是如果對於標本 那些是用化學方法 去保存一些生物學上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是要製造一些工具器件的時候 你追求的就是那件事本身 耐不耐久 那剛才說的 你要一張耐久的紙 最長遠來說 你就要用一些 化學的醉合物 它不可以被降解 當然 也意味著 這件事可以造成很大污染 就算一些普通的工具 甚至我會說 去保存這些文物 你就會不會用一些 不會腐敗的東西 來填補一些 將會是 降解的東西 其實 來去都是講這類的問題 其實講多一點 那個 獨立宣言 在他們的保存過程中 我發現有些很有趣的 技藝在背後 大家未必會很陌生 就是 他簡直可以看到 中間 摺過幾次 摺過去看摺痕就可以了 還有就是 他怎樣捲過 曾經是怎樣捲大過 甚至乎 如果摺痕 同一條痕摺過多少次 原來是看到的 可以真的用鑑證科學來看 這是科學來的 其實講得很簡單 一塊金屬片 你摺過一次兩次三次 其實你自己都看到那個 那個位置是有不同的 是有分別的 摺一次和摺兩次 你不是說每次都摺得那麼漂亮 在那個 同一個 摺痕位 大約很粗疏地 但可能第二次摺的時候 可能已經偏差一點點 從而令到 變形成度有些不同 這些可以在鑑證科學之下 去看得到 同樣地 這些方法 用在獨立宣言 也是看得到的 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們可以 說完 除了文件之外 相片的保存 現在沒有一些想法 舉個例子 譬如說 楚色的相片 這個牽涉什麼 什麼的技術 我會這樣說 其實你講得上紙 耐不耐久 柯達的人 實在清楚 那種 化學物質 保存了之後 他有幾容易 去受到外來的光 去干擾 主要是光 主要是光 主要最大的干擾 這個是假設你 沒有位 沒有破壞 多樣的 我假設你不是用手撕爛 你不是用手撕爛 你已經很乖地保存 一個照片補充 但唯一對他的干擾就是看 看的時候就會有其他光曬下去 你盡量捱得內光 以我所知 其實曬上的時候 有一個階段 就是要鎖定 讓他不要再 構成影像的化學物 不要再 develop 上去 有一個鎖定的階段 鎖定之後 整個化學物 你能夠保存多久 就決定了你的照片 能夠放多久 具體那些化學物用到什麼 有沒有改進過 這個其實我自己不是專業 但 我估計最蓬佩利去發展這些 反而是在八九十年代 菲林仍是大行其調 因為現在你問 很多時候大家會覺得 搞這麼多做什麼 你又不是去保存古董 你保存資料 你數碼化 然後你要的時候 就曬出來 隨便一張照片放你一百幾十年 但是 或者不完 你就用螢幕 這個不是純粹 Perservations 那麼簡單 有一個牽涉 Forensic的問題 譬如說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就是我們要看入面 是不是原件 有沒有原件 有沒有人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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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人寫的東西 在後面 這些後來寫的東西 什麼時候寫 是真還是假 這些就是 有Forensic的問題 譬如你現在說那些 鑑證 中世紀的一些畫 譬如說大文西的畫 它畫過多少次上去 那你怎麼看 再簡單用X光看 是 你看到下面那層是什麼 下面那層是什麼顏料 還有那個顏料 譬如說 你大約有個方法定到 什麼時候游上去 有個定年的方法 其實現在定年的方法 我們這裏沒有什麼時間 詳細地去講 但我們以前說過 其實在很多考古那裏的定年 尤其是對於陶瓷那些 其中一個很有趣 就是你用激光射下去 令到那層熱了之後 看看它放出來的光是怎樣 從那裏看到那件東西是多久 這個就是 由激光激發來 去做定年那種 那種這樣的技術 其實很多時候 對於那些畫的定年 都非常有用 因為始終就是 這樣說 它都會對那件原件 本身構成一些損害 因為它始終就突然間有個位 被激光照過 其實中間 它希望盡量縮小範圍 縮小範圍 如果不是 你要用其他方法鑑證 可能你要在畫上 刮一塊出來 拿一個圓圈下來 刮一塊 都靈果斯本不是試過 對,果斯本要刮一塊 做個碳十四或五年 拿一個圓圈 尼安德塔 要切一塊骨 骨仔出來 所以其實你說那種 利用激光引發 那種這樣的手段 其實相對 它不可以每個 sample 都做得到 但是譬如說一些畫 一些圖瓷 一些硬件 很多時候 都可以借這套方法 來去做那個定年 無論是畫 或者是相片 譬如你去參觀博物館 你都拍一件事 不是那麼輕易給你拍照 拍照 特別是閃光燈 閃光燈 閃光燈 你射一射下去 其實是打一些能量 每次 你每拍一次 就要構成一次的算法 所以 唯一 哪些地方 去到你放身邊 通常人會給你拍照 就是通常是石刻的地方 如果上面不是用油漆 不是用硬料油漆 硬料油漆上去的東西 通常不給你拍照 但是如果只是一看石刻 看墓碑的那些 多數會讓你拍照 因為那些 不會因為你放光 摧毀了它 但是那些都不是永恆的 那些都會受到自然界的 一些抽食 所以你說 其實就是這個世界 通常文明保持得比較好的 那些地方 為何埃及那些東西 可以放那麼久都保存得那麼好 其實沒有東西 因為那些東西刻在石上 是嗎 中國就少用 即是相對少用了石刻 有 有幾個的嘛 有幾個文明的傾向 譬如說 東亞區是喜歡用木 是的 用竹用木 甚至後來用紫 是的 譬如在印度那些 應該主要是埃及石 是的 西方就遲少一點 喜歡用金屬 是的 那幾樣東西 保存的 形式都不同 大家都是靠袖手的 但靠袖手 你的文化本身有不同的傾向 是嗎 但anyway 這個 保存的方式 其實也是牽涉到一些 物理學上的知識 我想 整個鑑證科學 無論你說 化學生物學 都有 有去的參與 但好視乎你那個 樣本本身 是什麼性質 是的 好了 我們今天的節目 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